大家好,欢迎收听富贵说历史,说起中国历史上的最后一个古代王朝清朝,很多女性朋友对他的印象最多的就是1644年, 他们若干为日后中国电视剧的繁荣做出了巨大贡献,无数的清代宫廷剧,真环传,步步惊心,甚至还有很多人的童年记忆,还朱格格,都是讲的清朝故事, 但是对于对中国历史,稍微了解一点的人就会知道,清朝是一个丧权辱国,内不能管好人民,外不能抵御强权的政体, 但是很多人不知道的是,在中日甲午海战之前,清朝是当时还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, 今天的这期节目,我们就从纵横两个方面来仔细对比清朝当时的真正国力,纵向于中国历朝历代来比, 清朝也是无比强大,从若关开始,清朝有二百年无动荡的太平岁月,有历时140年的盛世, 这些足以超越中国的所有王朝,在对中国国土的稳定上,清朝的贡献也是巨大的, 从疆域看,清朝的疆域是中国历代中最大的了, 虽然在很多人的印象里,元朝占领了很多地方,甚至打下了大半个欧洲, 但是元朝的统治者们只是单纯地攻下了这些地方,并没有设置管辖机构, 因此实质上并不能算元朝的疆域,汉时的西域,唐时的土藩,蒙古和台湾, 全都被它纳入版图,远远超过自秦开始,汉、唐、宗、宁的传统疆域, 中国版图从清朝开始正式固定下来,清的人口也超过历朝历代, 秦代人口不过两千墨,汉最多六千墨,近一千六百多墨, 唐司五千墨,北宋四千六百墨,元墨五千爷墨,明墨六千爷墨, 清的人口则至少上亿,当时很多领导人,所谓四墨墨五千墨同胞, 当中有不少是大清帝国留给中华民国的人力资源或人口遗产, 清朝文化体系也是相当发达的, 像现在大家都很熟悉的聊斋,如林外史都是清朝时候的杰出名作, 当然最了不起的还是被誉为我国文学巅峰的红楼梦, 想想现在靠红楼梦养国了多少所谓的专家, 你就知道红楼梦有多重要了,横向于当时世界的其他国家相比较, 清朝再加武海战之前也是相当强的, 康熙乾隆年间,清朝国力达到高峰,周边二十多个国家都向清朝称臣, 成为清朝的附属国,清朝皇帝拥有任免这些国家最高统治者的权利, 这二十多个附属国,包括今天,在南海令大陆颜面见识的越南, 菲律宾,阿富汗等等,再看看当今的世界局势, 就不难想象到当时,清朝在世界上的位置,可谓是天朝上国, 即使是在普遍认为国力很弱的清朝晚期, 也曾经由于洋务运动而回光返照了一下, 当时清朝在朝鲜的仁川、釜山等的设立有了多个清国租界, 这些租界直到清朝灭亡才被取消, 在经济方面,得益于庞大的经济体谅, 清朝的GDP还是全球第一, 1894年以前日本的经济能力还大,不到清朝的领头, 这也是清政府放松了对日本经济的重要原因, 从军事方面来讲,清朝自制的军舰从军事角度来看, 当时中国有四亿多人,兵力资源优势是任何国家都不能相比利的, 1888年北洋舰队正式成军,规模相当可观, 敦位全球第六,更何况清朝还有南洋舰队和福建海军, 所以当时比清朝强大的国家没几个, 除了欧洲英国、法国、德国、奥匈帝国、俄国和美洲的美国外, 就再也找不到一个比清朝强大的国家, 以至于1894年,英国报纸称亚洲建在三大强国掌控之中, 即英国、俄国、中国, 说了这么多清朝有多强大, 相信大家听了之后会有一种, 原来我之前看的都是假历史的感觉, 其实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, 可能会因为很多原因, 我们平时看到的历史跟真正的历史还有一定的差距, 这就需要我们拥有强大的辨别力, 去载细分析这些历史中的真相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